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还有几天就过春节了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放假了呢 再费一个早年 希望大家万事如意 好的 那今天呢 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 爱用品 我记得我上一次做爱用品 应该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吧 大概都一年以前了吧 我很久都没有做爱用品了 因为感觉好像每一次 我要是做爱用品的话 我都感觉好像责任很大的感觉 我觉得万一如果我 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觉得一点都不好 我就会觉得很内疚 开个玩笑了 其实这个都是比较主观的 可能也许我觉得还不错 可能别人也觉得不好 就是互相分享一下吧 也许你觉得用了很好的 我就很高兴 好的 那今天的爱用品有化妆品 然后还有一些日用品 还有我最近降价的时候买了一点东西 好的 首先化妆品的话呢 说的就是这一支眼线笔 这一支眼线笔是MAKUYAGE 它是这种 它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如果你用完的话 还可以再去添加的 我为什么喜欢这一支眼线笔呢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一般涂内眼线的都是喜欢用它 然后以前我用的一些眼线笔 就感觉就是很硬啊 然后这一支的话 很容易就涂开了 非常的creamy 好的 然后第二个 接下来的是一支口红 这个是CD的787号 这支口红呢 是今年CD新出的秋冬系列的口红的一支 它是一个很亮的粉红色 这是我在回南京的时候 在路口国际机场买的 当时那个店员他跟我推荐大红色 他推荐的一支大红色也非常漂亮 我现在后悔没有嘛 那支大红色我也蛮喜欢 但是后来当时因为我有很多大红色了嘛 我觉得我好像秋冬用的亮的粉红没有 我就买了这一支 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涂这支粉红的照片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口红呢 我感觉就是他画咬唇的话会比较好看 然后他还是比较滋润的 虽然是matte 但是他比较滋润 而且也不会说就是 不会说太显唇纹的那个感觉 接下来是植春秀的粉饼 这个粉饼的名字呢 叫做灯泡粉饼 其实这个粉饼我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买的 我就在那边逛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灯泡粉饼 因为那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亮亮 然后我看到灯泡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说我要这个粉饼 其实一般呢 就是我如果画日常妆的话 我一般都是涂粉饼啊 或者CC霜啊什么比较多 然后再 如果粉饼的话 我就一层就OK了 我连什么定妆粉都不要涂 它叫灯泡 它真的是蛮灯泡的 你看它这个摸的这个感觉 就像一个灯泡圆圆的 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这个感觉 它真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为什么喜欢它 因为它真的会让你的脸发亮 它里面有很细很细的珠光 刚涂上去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好像粉粉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 它那个光慢慢的就 光就出来 就会觉得脸好像很像它一种自然的光 然后慢慢脸就变得很立体 遮瑕大概差不多中度遮瑕这样 嗯 我觉得冬天用它我都没有觉得很干 我就觉得哇 这个粉真的太神奇了 但是我想它可能不太适合油性吧 因为它有光嘛 如果你本身脸就是比较油的那种女生 可能你就不想再亮了 我在想 为什么用它不干 可能就是因为我配的这个 CP CPB的这个妆前乳 这个妆前乳我跟它配起来的话 我觉得非常完美 但是这个妆前乳这么棒 我觉得这个妆前乳跟所有的配起来 都会很棒的 你看它的这个包装就感觉 哇很高大上升 那种深蓝色 好漂亮啊 然后是金的 这个头才这样 啊闪闪 其实 资深糖 资深糖的妆前乳一直都不错 我以前也用过一些就比较 比它便宜的妆前乳 当时我也觉得哇好好啊 但是因为以前很年轻嘛 是不是现在就比较成熟了 也没有很成熟了 其实 就是肌肤的话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觉得 好像我用什么妆前乳都没有给我的感觉 好像说哇这么好的感觉 然后一直到我用到这一支CPB的妆前乳 我觉得真的很棒 很适合我现在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接下来就是这个加纳宝米兰奴的这个定妆粉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它是每年初一次 要预定的 然后 就是价格还蛮贵的 我今天也是用它定的妆 这个粉的话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优雅 它非常的细 它细到我感觉就是涂在脸上 就是一层薄薄的很薄的一层沙的感觉 然后它不干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难受的 我不想说这个词就是眼睛下面的皱纹 这没有办法大家都有嘛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这个粉很粗的话 你可能涂在那 你反而好像觉得本来眼睛下面没有什么皱纹 就涂了以后反而皱纹增加了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涂在下面 我不能说涂上没有 但是它确实它不会说让你的皱纹看上去好像增加了的感觉 就没有了 这一点哇这个真是太重要了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问说 啊这个粉还有一个很有名的Elegance 哪一个好 其实我两个都 我用了以后感觉两个粉质是不一样的 给我的感觉Elegance的粉质比较硬 它的那个Elegance的粉质感觉是很摩登 那种很现代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粉 我不知道它里面加了什么 然后Elegance它是有调色的嘛 它是可以均匀领肤色的嘛 这个就是很淡的一层沙 OK 所以看您喜欢哪一个了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 而且它的盒子真的好漂亮 有没有 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会觉得 啊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接下来刚才说了很多化妆品 然后当然是要好好卸妆了 卸妆的话 这个 这个叫做Green Tea Deep Cleansing 它是一个折离状的卸妆的 卸妆的 绿茶的 深层的 卸妆用的折离 它是比较适合 它说的适合 它适合 混合肌肤和 敏感肌 我是很 我觉得我用了以后没有过敏很好的 然后 它是完全没有油的 然后它说的它用的这个是 京都雨质茶叶 哇 好厉害 京都雨质茶叶抽出的这个绿茶成分 制造的 用的话就感觉还是很温和 然后卸妆挺干净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用油卸妆 然后我脸上一直都在出痘 然后我用褶离卸妆以后 我记得它脸上没有出过痘 我现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太适合用油卸妆呢 这个我还有一个爱用品 就是这个 这个手机套 这个是我表姐送给我的 先它因为它摸上去就很舒服 好像是拿了一本那种 纪事本的感觉 就是整个它可以把你这个手机 都全部都可以套起来 整个呢可以把这个手机套起 所以说很安全的感觉 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呢是一双鞋子 是这个样子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鞋店 叫做华盛顿 鞋店呢就是 价格也不是说非常贵 然后很舒服 而且他们家鞋子 基本上都是日本制的 做工很好 冬天嘛都穿很多那个黑色的 棕色的那种靴子 就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厚重 然后你再套一个羽绒服 整个一个人 就觉得像一个大熊一样的 那个感觉 然后我就想买一双 就是看起来稍微秀气一点的 就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好像最近我特别喜欢红色的感觉 希望我2017年红起来 好了 这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些爱用 其实我 我现在想我还有很多爱用品 这么久没有做 但是 以后再慢慢分享给大家吧 希望今天的爱用品 大家看了会喜欢 什么问题的话 就请给我留言 拜拜 拜拜